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恪守圣旨 勤苦操练 严防新党作乱 一旦有流寇汉民滋事 务必随时随地剿灭之 万万不得使其有蔓延之事 今日冲击巡抚府之事 我方是有防卫过当之嫌 我要当众训诫左将军 这善后之事嘛 惜委托吴将军 刘将军妥善处置 勿使其再生辩解 否则从严惩处 直至虚直 大人 要我们保证不再生辩解 你得把此前的纠葛先摆平了 吴将军 你什么意见啊 刘将军 所言不错 我们共同努力 恪守圣职 应该没有大碍 既然如此 那就再做定夺 散会 林小姐 你对王府的悲痛情感 我完全理解 人死不能复生啊 你知道 我们今天要不这么做 就是连林教授的真实消息都没法得到 左膳这个人你不了解 他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你一个弱女子 无依无靠的 总之你那个老宅子肯定是住不下去了 你只有在刘武这儿 先寄居一段日子 我住这儿 对 住一个 各老汇山堂老大的公馆 你看他这儿多大 还住不下你一个人吗 我怎么能和他住一起啊 不管他是什么人 在陕西墓前 只有在刘武这儿 左膳他才不敢对你下毒手啊 别看他设什么施中棚 装出一副 扶危疾困的样子 我知道他是什么东西 就算再落魄 我也绝对不识 皆来之时 林玉小姐 林玉小姐 要不是刘武 别说借旧被抓的人就是连你 今天也难免遭左膳的毒手 刘武他非道非匪 他又是新军的军官 还是陕西歌老会的龙头老大 他更是一个狭义之士 狭义之士 他不过就是一个粗鄙不闻的军官 清天的走狗 和狭义之士 别糟他这字眼了 诧异 诧异 林玉小姐 林玉小姐 使不得 使不得 林玉姑娘 林玉姑娘 你这是干嘛 我要回家 我要给我父亲办理后事 你父亲的事情我已经帮你解决了 我看你还是在我这儿住一段时间吧 不 我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 你总不想让你的杀父仇人更加得意吧 你什么意思 你疏毒太多了 你要是出去走一走 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 林玉姑娘 林玉 使不得 走 林玉小姐 公公已夺食了 你是谁 奉索山大人之命 带你到玄夫府去享福间 救命啊 别喊了 这儿没人就挑你 放开我 跑 还想跑 那人 就喜欢摸摸玩老鼠 还想跑 快点 没人 你别跑了 干什么 我已经快跑了 你快跑 你快跑 現在這種情形 你該明白我的意思了 想活命的把它給我留下 你給我滾 你們以為你們贏了 這兒已經被我們包圍了 你們誰也別想走出這個宅子 是嗎 把人帶下來 走 走 站好 有憾人嗎 站出來可免一死 到州城外全都砍了 血跡靈教授 你不能不殺他們啊 你數念多了 可是 你不能把他們全殺了 這些人全是清兵 留下他們 除了繼續給左山當兵之外 沒有第二條出路 你是想讓他們再次殺你 還是在此殺我啊 走 走 快點 你還打算住在這兒嗎 你父親是關中赫赫有名的大學長 你是書香人家的千金 再見到你本人之前 我就讀過你和你父親寫的討論革命的文章 還讀過你寫的詩文集才 我父親是關中農村私塾的教書先生 學問我沒有 字還認得幾個 我從小就聽說過 關學大師林老教授的大名 也曾幻想著進師範讀書 做個大學文教 只可惜我父親死得早 十幾歲我就成了孤兒 陰差陽錯的 在軍旅界混了十幾年 那我的詩文集你讀過 你寫的那些文章我寫不了 不過我知道 就靠你們這些讀書人寫文章 講演搞示威遊行 就想把瑞奇跟左山趕出尋夫婦 那說句不好聽的話 簡直是白日做夢 你是一間樹職 非這麼大勁尾隨我保護我 究竟是為了什麼 為了讓我的敵人 不至於太得意 就為了這些 那我謝謝你 你可以走了 實話往往很難聽 我真想你 就等於把你扔在了左山的蟲上 你 你可以把我那兒先當成一個避難之所 我要安葬我的父親 我要守靈 我可以幫你完成這些 等度過了這段危險期 你可以重新回到你這間書房裡來 危險期 就是在解除左山對所有人的威脅之前 誰來解除 我 我去找你 再說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把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如廉的时候 你见过你父亲的尸体吗 没有 六五是怕你难过 所以没把真相告诉你 什么真相 老夫想你还是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 当然你呢得沉出气 所以我才会把真相告诉你 你快说 林老先生是被乱枪打死的 左膳 他这个恶魔是为了发泄 林老先生死得非常惨 光尚仙就被挨了十几下 我说过你不要紧你不要紧 林玉你坚强点 挺住啊 你不能光沉浸在悲痛之中 你要化悲痛为力量 当然 同盟会过去的方式 主要是利用现实现决的知识分子 在上海会议之后 已经改变了斗争方式 要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力量 你要想办法做刘武的工作 当然刘武是个江湖人物 他是个军阀和帮派的混合体 这我们都知道 但是毫无疑问 刘武他是陕西军界最有实力的人物 最重要的是他跟左山已经形成了 随火不相拥的对抗体 如果我们不加以利用 我们孤军奋战不成了傻瓜了 你恰好住在柳公馆 要跟他密切接触 尽快地帮他渗透革命的私下 要不要叫你的皇爷来陪你 他还要在那边看家呢 那叫几个好朋友来 你这刘公馆 别人都当阎王殿看 没人愿意来 这么说我就是燕王爷了 反正怕你的人可真不少 看来我真是恶名远扬了 其实是你的太白山鹰和太白山堂 太出名了 我的太白山鹰跟太白山堂 绝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稍加了解就知道了 别人说归说 我也堵不住大家的嘴 你自个儿感觉吧 我想跟你说的就一句话 既然住在这儿了 就把这儿当成家了 千万不要有任何拘束 最近这些事有点相信 为什么有的人还是说你是狭义之士 狭义谈不上 还不算是糊涂之人吧 我怎么称呼你啊 人们都叫你大哥 我叫大哥行吗 随便吧 那就叫大哥吧 不过 可不是你们哥老汇那个大哥的意思 行 当然行 大哥 我能不能见见府上的女主人啊 女主人 因为我这儿一住也绝非一日半日的 总该见见吧 你说的是那个那个枕房太太 暂时没有 那偏房呢 又有几个 这是我的私事 你还是先好好休息 我还有事情要做 你说这个凌云是不是傻里傻气的 大哥 你要说的真傻吧 他还知道去阻拦学生游行 人家是书读得多 我五七八糟的事知道的事 不能算傻 应该算单纯 那他的事咱必须得管 不能让左膳这个畜生给糟蹋了 嗯 大哥 巡抚府门前 你撑得有点硬啊 嗯 该面面上服软的 你也得给他留点面子 以前不管给谁当三孙子 点头哈腰陪小心 还溜溜水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 由不得就冻干活发脾气 这心里不服气 脸面上都藏不住了我 过去咱能削减脑袋做事 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做人 现在虽然底气足了 腰杆硬了 可是在跟左膳亮牌子之前 咱还得夹着尾巴做人哪 大哥 以后你看我不对劲 随时提醒我 好 大哥 新军哪 都成了太白山堂的会徒 我仅有的泡营 也收不回来了 一夜之间哪 我成了一个光杆总兵 这个刘金财呀 把我是害惨了 是吧 塞翁失马 念之非福 福 福从何来呀 纵兵的官衔 六五抢不走 那新军的良想拳你还捏着吗 要没有这个我怎么活呀 出头的船子先烂掉 你就游着左膳跟刘武恰驾 你从中调停 两边讨好啊 或者你帮谁一把 不都游着你吗 你还安然无恙只落好处 这还不是福气吗 你这么一说 我这心里好受多了 时局不稳 岁月不安 更要以静制动 兄弟 我把事交给富龙头去办 没想到他把事给办砸了 照歌老汇的规矩 我把人交给你 愿杀愿寡 由你处置 行了 亲父兄 我还忙着 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疑问 送客 刘大哥 刘大哥 求刘大哥免小的一死 行了 绕节了 大人 大人 左大人 陈大人 小的办事不力 唐大哥已经剁了小的一根手指 你们只要不剁脑袋 想剁哪儿就剁哪儿 小的认罪认罚 绝无悦言 起 干什么吃的你 你们做什么你 行了 你打死他有什么用啊 谢大人不杀这根 没干成的事就不说了 怎么连个惠东生都找不着啊 我把山堂三千兄弟撒开大王 把西安城方圆百里查了个遍 没有情况啊 那怎么着 惠东生一家寄口妃了 大人 就剩巡抚府和刘公馆 我们进不去啊 刘公馆 大人 我多举嘴 能不能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插手辉东生 我们也好有点线索 没事别多嘴 去吧 等等等等下去 是 大人 他是不是猜到什么了 猜到什么呀 那总兵这次的秘密啊 我父亲的死又没幕了 那个 小六子查了点线索了 那太好了 本来我还打算回北京 那这样的话我就先不走了 谁让你回北京的呀 好 现在 事为游行 他们见了我们 他们那要给撕碎了 喜安这么乱 那我不是怕吗 我在这儿你怕什么 那我父亲 到底是被什么人所害 不 这这 这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这不查着呢吗 你也不能冤枉人家是不是 这你查去快点 是大人 那好 那我等着 问你这事 花为我多少心血 得了多少人 辛苦你了 告诉你啊 再回北京不给我打招呼 别怪我翻脸不染人啊 不会的 于公于私 于大于小 我跟左膳都试不了你 我一定会除掉左膳 替你父亲谋仇 其实我连日思索 已经不太恨左膳这个人了 嗯 把大清朝廷 比作一棵罪恶之树 左膳不过是树上的一棵恶果而已 此时此刻 我更加恨的是这个腐败无能 罪恶无处不在的大清朝廷 嗯 有道理 我父亲生前 最瞧不起那些 未报区区一举之仇 就大肆杀戮的江湖人物 我虽说是一个女儿之身 可是父亲却常教导我 要有凌云之志 所以就给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你跟一般的女子 的确不太一样 我接触了你的厨子 佣人 还有你的那些弟兄们 他们说 你像圣人一样 好的 不能再好了 别听他们下说 什么圣人不圣人 我刘儒 就是一个俗得不能在俗的 大俗人一个 你是要和左膳斗法 还是要和整个大清朝廷作对 摘恶果 能不牵扯树枝树干吗 那通盘计划 你都有了吗 通盘计划 我想就是连孙中山 也未必有什么通盘计划 我们只能是走一步 看一步 我从我父亲那儿 学到很多新的思想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介绍给你 有用的东西 我都求知不到 左大人请 好 好 不知有方 金屋藏椒啊 这是我们陕西秦枪的一个名角 哦 想起来了 这个就是号称陕西万人迷的那个那个那个 秋香 真是 怎么着 摆这个位置这是要取的呀 哎 左大人取笑了 我不过是一个蓬蓬厂的票友而已 哦 好 好 左大人来喝茶 好 哎不客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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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整洁有序 呦 这把剑是陕北隋德古墓出土的 据说可以追溯到秦朝大将蒙田的身上 呦 那这可金贵了 这可金贵了 一文 在 把剑包好了 回头送到左大人府上 是 刘将军 哎 这可使不得 这使不得 左大人喜欢 这 那就这样吧 刘子你拿着 别让张军送一趟 去 行行行不看了不看了 再看你就都给我了 只要左大人看得上眼 我刘武这儿的东西随便拿 一 二 刘大人 āh 刘 thee 三 刘 走 走 刘 琴力幾百岸的王家金 Sea 又有何等凶兵 别说念疏人造反撑不了气 就是泥腿子都从田里跑出来 也无能为力 杀 杀 杀 别看都这些陕西方 站抓 捏鐵子手裡的傢伙 可要論貼身近戰 甭管你刀槍劍棋 都不是我大刀隊的對手 左大爺 這大刀隊是劉將軍的獨創 舉世無雙 且無果然哪 在實戰中 我大刀隊是殺出了威風的 不是我流舞吹牛 只要我大刀隊一出 防管敵人溫風喪膽 落荒而逃 聽說過 是啊 這一刀下去劈成兩半 誰不害怕呀 這麼個傻大黑粗的東西 怎麼看怎麼像是 莊家翰的雜草的東西 能行嗎 左大人 在莊家翰手裡 它是個雜草的東西 可在我新軍將士時 它是矛又是盾 是刀又是槍 攻防兼備 威風零零 大人 大人 大哥 殺 殺 呵呵呵呵 就這麼個東西 還創出個兵種來 怎麼看怎麼顯得土啊 不符合我大清威夷呀 大清身上的唯一男男就是靠花裏後山的八戚自己變成人的夢 什麼 同位皇上效力 不說這些 不說這些 左大人 不說這些 左大人 王愧生是我新軍總教教的 愧生 左大人是滿營第一高手 機會難得 你還不向他請教請教 我愿受大人刺教 刺教也刺教不到你頭上 劉將軍 怎麼著也得先教你兩招吧 好 那我就拿你腿子手裡的傢伙事 向左大人請教請教 拿到來 劉王子 不可不可 不可不可 萬萬不可呀 我教他兩招 當著士兵的命 出什麼影響 大哥 大哥 不可不可 左大人 左大人您奸傷未欲 萬萬不可再傷著 改日讓我們劉將軍向您討教幾招 是是是 好 好 好 左大人 我也不過是開個玩笑罷了 多有得罪 儘量 兵器乃君之重器 破扎刀騙的是什麼玩意 是是是 人都到齊了嗎 齊了 大人 在兵器發展 日新月異的今天 刀槍毛這種冷兵器 已經逐漸退出我大清的裝備目錄了 可劉將軍呢 仍然明完不化 以更原始的大閘刀作為兵器 還創立什麼大刀隊 在講究堅船力炮 仰槍火器的今天 這種做法簡直一笑天下 猶如我聖上為夷 更有所與我軍發展 左大人 劉將軍 我宣布 立刻無條件撤銷大刀隊 以償毀武器裝備 加緊訓練提高戰鬥力 左大人 我堅決執行你的決定 立刻撤銷大刀隊 劉將軍你有話要說嗎 立刻補發欠我的軍費軍饗 讓我再買一支揚槍隊 我自然就把大刀隊解散 劉將軍 軍令如山 有什麼話先和我說 總大人 您請 大人 我和劉將軍進去遛狗灣 誰都不許跟著 誰都不許跟著 大哥 劉將軍 下一個跟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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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將軍 好 讓他們離開這兒 咱倆玩個遊戲怎麼樣 好 下一個 好 好 全體解散 立刻 離開教場 戰 下兩人 進 防守 讓他們把門守住 包括吳將軍在內 任何人不许入内 是 有擅自进入者 格杀无论 左大人不愧是八旗子弟 背的花样还真不少 现在要是怕了 可以说不 这个游戏我也很久没玩过了 只要左大人有兴趣 我留乐一封呗 好 阎王爷最公平了 好运气不如好功夫 好玩啊 刺激 好多年没这么玩过了 刘将军请吧 左大人请 放松点 刘将军 死神离我们还有些距离呢 刘将军 做客交易怎么样啊 什么交易啊 一头是新军总兵的位置 另一边是不杀刘金才的秘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明白吗 左大人 还是注意点吧 但愿我们都能跟死神擦肩而过 他们疯了 我知道左大人的脾气 谁干涉 谁倒霉 死到临头了 扯点高兴的事儿吧 你想扯啥就扯啥 我是京剧迷 你是秦枪迷 咱俩换换口味怎么样 秦枪和京剧根本就是两码事儿 我们何必各自勉强自己呢 从原流上来讲 秦枪乃京剧之父 换换口味岂不有新鲜感啊 你吃不惯羊肉泡馍 我吃不惯北京口呀 何必跟自己的胃固不去 好功夫 听过几回正宗京剧啊 京剧名诞娜小姐 被左大人来了个金屋藏娇 我哪儿还有机会 看得到正宗京剧啊 那我要让纳云如上你府上 唱给你一个人听怎么样啊 你说这话 可吓傻我也 围猎场上我大难不死 我就寻思着 怎么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这么着定了 今天晚上纳云如送你府上了 吴大人 你这不是折我的兽吗 吴大人 这可是在他们自己的军队里头 伤了谁你都脱不了干系 我必须得支持他们 我必须得支持他们 大人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谁都不能去 怎么 不敢了 你真舍得 有什么舍不得的 你喜欢送给你都行 谁不知道纳云如是左大人的心肝宝贝 再俊美的女子 玩久了就那么回事 你送美女给我 我可没办法理上网来啊 想一想嘛 办法总会有的 免了吧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六将军 这怎么回事啊 哼 左大人 还真是足智多谋啊 啊 但是老天爷 还是多给了我一次机会 哼 是茶是假 找茶是真 还想借着狗批皇上的名义 让老子交出军权 他还想尽早杀了你 哼 老子刘武 是后勤抢蝶羊肉泡膜长大的 哪能被这个狗子给哈出 你们俩究竟说了些啥吗 他想让我把秋香交给他 你说这可能吗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他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也许是个拳头 我还说不着 拳头 走着瞧吧 大人 等等 这是干什么 我把刘武兵权免了 打住 你给我打住 这我范围内的事 我知道是你范围内的事 刘武手下有几万人马 就凭你一纸任免 他就能改而服从吴玉堂了 他要不听 他要不听他就造反 就算他是造反 你拿什么镇压他啊 救瓶财 满营里那几千子弟兵啊 你控制得了吗 刘武他不敢 刘武不敢 刘武他什么不敢 那我什么都听答的了 他说不杀刘金才 我就不杀刘金才了 他说放了林教授 那老头子不死 我还得放了是不是 他让我向西安人道歉 我就道歉了 在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之前 对付刘武这样的人 我们只能智取 不能强攻 你要置刘武于死地的证据 与口实呢 你找到了吗 那个惠东升 你找到了吗 你身子底下 坐着个火药桶啊 你现在要夺 刘武的兵权 你这不是 往火药桶上点你眼子吗 柳子 我让你搬他上去哪间搬成了 哪间搬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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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今来气色不好 可得悠着点 我倒想消停会来着 可你老诱惑我呀 小妮子 舍不得你走啊 我不是不走了吗 我一直想杀一个人 可是了杀不了 谁呀 你知道刘武 为什么处处跟我为难吗 那我今儿告诉你 杀你们全家的 就是刘武幕后主使的 刘武 我派惠东升在民间 开了奸基因铺子 他暗中打探 在刘府众人手里 收了这个 你看看 是 是我们那家的东西 我正要顺藤木瓜 往里查呢 被刘武发现了 结果他跟我作对 暗杀雪上游行 全让他干了 亲手杀死你的仇敌 让他在你手里慢慢死去 你们那家的冤魂才能得到安慰 可我说的杀人 是说你们抓了他之后 你看我抓得住他吗 我不会杀人 会杀人的去杀他 他有防备 就是你这种不会杀人的 才能杀得了他 我没办法面对我的杀父仇人 我没办法面对我的杀父仇人 你是个好演员 该怎么拿捏 这用我教你吗 我还没活够 我不敢 没有人敢跟我说不字 你没有这个权利 我要回北京 回北京去唱我的戏 你 你落我手来了 你连死的权利都没有 看在我扶着你一年的份上 求你放了我 没门 让你当营妓行吗 不要作孽 不要作孽 作乐就是作孽 作孽就是作乐